缺乏性外,容易诱发子宫肌瘤。周松瀚,喝着茶书干简欲保护子宫。 网络传说,有子宫肌瘤的人,月经一来就像水龙头打开,经血量暴增,流不停,可能大出血形成贫血,另外也有一说。 性生活失调缺乏性爱的人,会导致激素分泌紊乱,进而容易引发子宫肌瘤,以及有子宫肌瘤,还能性爱吗?到底真相如何?来听听中医师怎么说。 中医,荷尔蒙分泌波动大,是导致子宫肌瘤的最普遍原因。 子宫肌瘤到底怎么发生的?在中医观点来看,子宫肌瘤发生的原因跟体质有非常大的关联。 子宫肌瘤并不全然是荷尔蒙的分泌过多,反而是荷尔蒙波动过大,才是刺激子宫肠肌瘤的关键,也就是西医常说的荷尔蒙分泌失调,药部都没分泌。 一分泌就突然大量,也就是子宫肌瘤通常是属于荷尔蒙分泌波动大,不够稳定,是导致子宫肌瘤的最普遍原因。 其中而女性情绪常常是造成内分泌紊乱,导致荷尔蒙波动大的罪魁祸首。可见情绪是影响子宫肌瘤生长的重要因子。 缺乏适度性生活的人,容易有子宫肌瘤。中医师解答。 常常在门诊时有求人者询问,缺乏适度性生活的人,容易有子宫肌瘤吗? 我有子宫肌瘤,可以有性行为吗?周宗汉中医师表示。 有子宫肌瘤,可以有性行为,但是如果有性胶疼痛,或是性胶厚异常出血,就要特别注意。 如果子宫肌瘤患者有这种情况,一般不是子宫肌瘤大小的问题,而是位置的问题。 长在子宫肌瘤,靠近子宫腔的肌瘤,特别容易有除血症状,若肌瘤生长在子宫外侧,不仅无明显症状,患者更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感觉。 只有极少数的女性,会有肌瘤从子宫颈跑出塞在阴道,甚至跑到阴道外的几率,这样的状况就可能造成性胶疼痛。 这时就要积极治疗子宫肌瘤,必要时先转诊至妇产科,用外科方式摘除子宫肌瘤。 此外,缺乏适度进行性生活的人,可能会造成子宫内血液循环补障,从而产生淤血,有可能发展为子宫肌瘤。 维持平时规律性生活,是治疗子宫肌瘤的好方式。 因此,维持平时的规律性生活,反而是治疗肌瘤的好方式,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刺激,可促进神经内分泌正常运行,使人体荷尔蒙分泌稳定。 相对的,长期性生活失调,反而容易引起荷尔蒙密紊乱,导致盆腔慢性充血,容易间接诱发子宫肌瘤。 经血量暴增,是子宫肌瘤惹的祸。中医师解答。 至于经血量暴增,真的是子宫肌瘤惹的祸吗?周宗汉中医师表示,中医认为,子宫肌瘤归属于正甲,肚子里结块的病,范畴。 而正甲的形成多与气质血瘤有关。 古书记载,妇人为性情中人,夫妻不合,势必伤及妻情,妻情内伤,气积不畅,气血失调,气质血瘤,瘤积日久,则可为正甲。 中医体质学将这类型的患者归类为肝气欲结化或,气质血瘤,除了痛经外,经血多偏暗紫色,家有血块,可能在月经结束后,除了白带增多外,更易伴随有阴道炎,盆腔炎等妇科疾病问题。 导致经血量增加的原因很多,包括,生理期饮酒过度,大量摄取有活血通筋落等作用的药材等,也都是可能因素之一。 因此,并不能单以生理期经血量过多,就认定自身有子宫肌瘤问题。 女性避免肝气欲结,可饮用疏肝解欲中药。 女性避免肝气欲结,可饮用疏肝解欲中药。 尤其,尤其,女性自身的抑郁情绪,很容易让内分泌的波动一样过大,这类型的朋友就是非常典型的症状。 所以,治疗子宫肌瘤,要先了解肌瘤发生的原因,这类型的朋友,在临床上就会使用疏肝解欲的中药如玉筋,香腹,柴虎,下枯草,等。 子宫肌瘤与情绪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,妇女常见因为情绪压抑无法宣泄,久而久之变成中医所说的肝气欲结,也可能伴有失眠现象,导致内分泌失调,以及气血不顺,累积一段时间就会有肌瘤产生。 子宫肌瘤就像脱壤一样,要让子宫肌瘤不会复发,应该是要改变脱壤环境,让肌瘤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下长大,进一步让肌瘤慢慢自己萎缩,不是琢磨专注在拿掉肌瘤上。 如果子宫环境容易让肌瘤生长,不管开几次刀都一样会复发,临床上快则半年,慢则两年,就可能再度复发,调整情绪可以改善子宫肌瘤,这是中医特有的思维与治疗方法。 改善子宫肌瘤体质,从管控情绪开始。 建议,当情绪低落时,参加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,可以很快地将不良情绪抛诸脑后。 这时,因为运动可以缓解心理焦虑和紧张程度,分散对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,将人从不良情绪中释放出来。 还有要学会跟亲近的人适度倾诉,当产生不良情绪时,与朋友、同学、亲人句一句,就是论事倾诉一番,可获得情感支持和理解,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思路。 换个角度看事情,当身体病痛,身心苦楚的时候,或在受委屈,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,都尽量要求自己用一种正面,或达,乐观的心态去面对。 试著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整件事情,静随心转,当你转变心境,改善子宫肌流体质,从管控情绪开始吧。 以下推药件一道肉桂下枯草结育饮,有助温暖子宫,稳定自律神经,提供大家参考。 肉桂下枯草结育饮。 材料,肉桂二钱,下枯花三钱,乌龙茶二钱。 做法,用沸水一千毫升冲泡半小时,待温凉后可当茶水饮用。 功效,下枯草有输泻干活的效果,但是药性偏寒凉,必须搭配新温通洋的肉桂来温暖子宫,以避免整个茶饮药性偏凉。 乌龙茶可以抗自由基,稳定自律神经,如果有失眠的朋友,乌龙茶的量要适量,避免在晚上饮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